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十一集 陈庆不喝酒 所以安排她和一桌沈娘嫂子坐 夏小兰站起来 陈庆还痴痴望着 和夏小兰打交道比较多的陈四婶 就笑话她 咋的 相娶媳妇儿了 啊 四婶 没有的事 幸好刘芬和夏小兰都不在 陈庆急急忙忙便捷 陈四婶儿黑黑笑 你四叔像你这个年纪 我们孩子都生了 想娶媳妇又不丢人 陈庆闹了个大红脸 知道村里的婶子们就喜欢打去年轻后生 其实也没啥恶意 陈庆慢慢镇定下来 我还要念书呢 不考上大学 不会找对象的 大学不好考 八三年高考也没恢复几年 暂停高考的那些年里 学生无心学习 老师无心教学 全国整体的教育水平都在倒退 高考恢复前几年 师资力量薄弱的底子 没能立刻填补完成 像安庆县这种地方 每年能考上本科的 寥寥无几 陈庆自己就是复读生 他还要和英介生 和那些已经复读两年以上的 老复读生竞争 今年全国一共有167万人参加高考 专本县共录取39万人 听起来录取比例也挺高了 23%的录取比例 意味着100个考生里 有23个能考上大学 这样陈庆还能落榜 成绩实在不好 其实这个录取比例是有门道的 在1980年实行高考预选之后 在高考前没有通过预考的考生 别管你是英介还是复读生 你连报名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而预考已经提前刷掉了超过60%的考生 这才有了23%的录取率 安庆县是御南省的小县城 御南是高考大省 考生多录取率低 竞争十分惨烈 在这种情况下 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 可不就是凤毛麟角吗 所以夏子玉才金贵 所以陈庆在落榜后 二话不说就要复读 要么继续考上大学 要么回家当农民 眼下留给陈庆的只有两个选择 这年头连中专生都要分配工作 大学专科和本科更不用说 唯有高中生夹在中间地带 不上不下 像是后娘养的 城镇户口的没考上大学 还能招工进场 陈庆别无选择 听他说到考试 陈四婶也不敢开玩笑了 陈庆是达叔家的读书苗子 他要是说浑话 坏了他的读书心思 别说陈旺达有啥反应 陈四婶的男人都不会放过他 想到高考 陈庆少年慕爱的心思淡了些 他吃完饭丢下碗 想回家看书 但又想起夏小兰之前的请求 就耐着性子等夏小兰 夏小兰心里也惦记着 便找了个空隙和陈庆说话 原来他要问的就是高考的事 啊 你 你想参加明年的高考 陈庆很吃惊 他以为夏小兰要一直干个体户呢 是啊 不过我只念过初中 不知道能不能差班读高三 陈庆哥 你帮我向学校打听一下 夏小兰的年纪不是问题 很多英介生都比他年纪大 别说是复读生了 但恢复高考已经几年了 现在更多的人是按部就班的 念完高三 在参加高考 夏小兰初中毕业 两三年没摸过书本 当初成绩也不好 他一下子想参加高考 陈庆不好打击他积极性 能上进当然是好事 那 那我回学校帮你问问 要是能插班 肯定也要让你考试 陈庆不好打击夏小兰 就把这话提前说了 好让夏小兰心里有底 看夏小兰有点为难 那双雾蒙泛着水光的眼睛 说不出的动人 陈庆怜惜之情大起 不由脱口而出 我先帮你借一套高中教材吧 你提前看看 万一学校要考试 你心里也有底 真是太谢谢你了 陈庆哥 不客气 陈庆像是有狗在后面追 说完就跑了 夏小兰是参加过高考的 他那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差 考上的虽然不是后世 说的什么套普时的名校 也是一本大学 他本来应该可以考得更好些 父母去世的早 一边念书 一边还要操心学费和生活费 心思并没有全部用在学习上 就考了个普普通通的一本 更惨的是 报考专业时无人指导 选了个学费最便宜的冷门专业 毕业后就业困难 逼得他从不挑专业的业务员干起 走了许多弯路 才奋斗成跨国公司高管 也没办法呢 他是95年考上大学的 1996年国家取消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作的政策了 毕业后夏晓兰只能自寻出路 夏晓兰打算参加的是1984年的高考 可他连自己95年的高考试题都不记得了 更何况是提前11年的试题 早知道有重生这种事 他肯定牢牢记住他当年刷过的每一套试题 夏晓兰重生后 尽量避免去回忆上辈子的事 这个时空 的确就是上辈子的同一时空 起码国家领导人各种背景都没变 那在这个时空里 是不是也生活着原本的他 夏晓兰今年18岁 出生于1965年 她则出生于1977年 今年才6岁 和涛涛一样大的年纪 按照上辈子的诡计 父母已经去世 她跟着亲戚生活 夏晓兰心里忽然有一种冲动 她应该尽早去看看 能找到自己的话 她肯定要多照应的 晚上 刘芬将自己的离婚字句收好 夏晓兰开解了她一整天 刘芬看起来挺自然了 以后 你去城里的时候 就让妈去别的地方收黄膳 我们早点攒够钱 也绣一个自己的房子 农民都要靠土地吃饭 夏晓兰说去商都定居的事 还没影 陈旺达却答应 要把母女俩的户口 从大河村迁回来 给落户 给分田 想必给他们批一小块地 修房子也不难 有了房有了田 才算有了自己的根基 刘芬都顾不上去 想离婚丢不丢人 她满心都是 母女俩一块赚钱 早点拥有自己的家 那是她的家 不用看婆家人的脸色 不用说话也压低声音 怕人听见 刘芬想想就充满期待 夏晓兰也不和她争辩 给她妈找点事做挺好的 秋老虎没那么厉害 这个天气到处去收黄膳 就是走路辛苦 那我给您拿点钱吧 夏晓兰把自己的全部家当翻出来 一开始她的本钱只有七十多块 做了十几天生意 花出去最大的一笔开销 是给表弟买书包 其次是被三个流氓骚扰 摔了一些蛋 卖蛋的时候 平均一天赚十块 才去城里卖过两次黄膳 每次利润都是二十元以上 往家里添置油盐酱醋等调料 也不值多少钱 偶尔买点肉回来 不过两三块钱的事 夏晓兰绝对不抠门 可她以小钱翻大钱 连本带利 身上现在还有一百五十六元 这还不算压在手里的黄膳和鸡蛋 就说她明天要带去商都市的黄膳 就有近六十斤 鸡蛋三百个 总资产超过两百元了 抗风险能力还是太差 夏晓兰只给自己留了五十元 剩下的都交给她妈 收购价不超过九毛一斤 我们就能赚钱 我看等月底 就能把舅舅的钱还了 现在还钱也行 夏晓兰是想着手里本钱丰厚 她还想在城里 捣腾点别的东西回来卖 刘芬听她盘算利润 已经惊讶得不行了 十几天赚了这么多钱 钱这么好赚吗 可晓兰也太辛苦了 她这个当妈的可不能拖后腿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